目视如畜 想跟我斗 来 坐着信 上 我们并不复杂 心里想一件事就从头做到底 有人说我野蛮 又有人说凶猛 在我看来 都是美德 哈喽大家好我是大老师 喜欢我的频道就按一下订阅按钮 我跟铃铛记住这种的HFB 推去BB点还有几次购 那今天天天节悠辰再临的 微信官方公告了 清啊小清啊就是这边是命名是清的 只讲清 那我们一样是讲小清好了 大家比较知道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他的属性 跟天赋啊技能的部分哈 好他是暗属哦 狮子是侠客 那大家好像 觉得暗属性的阴灵 阴灵好像太多了哈 好我们看一下他的天赋啊 潜影 潜影妙回 那 攜帶 与攜帶 有害状态的角色作战的时候 对战中目标没有一个debuff 自身物攻伤害提高3到5% 那最多可以到 哦最多最多 是6到15% 哎他这边是不是少一个 看一下哦 应该可以叠3成啊 假设是5%的话他最高应该是15% 应该是最多可以3成 OK 物攻跟伤害提高 也就是说看起来 小青的 的角色哈就是主要是增伤跟增加物攻 就是拼输出的角色的样子哈 好那使用这个绝血之后呢行动结束 可以额外使用绝血付出哈 这个付出待会大家都知道 很可怕很可怕 这个如果抽到肯定是要跑到6星的哦 好那主动使用的时候 自身器杰位置使用过的绝血 重置到本回合行动结束前哦 哼 有个扯的 这个真的很扯 但是比如说 你地图比较小的话 会比较方便一点 或者是说你回合一开始的时候 小心先动作先过去 放个输出招式 哦然后最后再把它重置回来这样 大概是这种操作啦 不过 他 我觉得他这样子设计就变成说 你只要天赋 你只要放出绝血之后 然后 他放完范围记 然后再马上复出 回来 哎哇打完就跑 哦 这太变态了吧 这是 哇他这样子做 我就好想抽哦 因为他这个 很变态 比如说 你看哦 呃 比如说你打那个 打车子好了 打工会上车子 那先把 小青传送过去 然后再让小青放招式 然后再复出回来 对不对 这样子你都会先打完 然后再回来 可是 他他有特别讲啊 他说是说 呃 主动使用的时候是重置到 本回合行动前的状态 呃这句话的意思 行动前 也就是说 假设你是用 像小王子把小青传送到某个地方好了 那小青再用 付出这个招式 我比较好奇的是说 他的那个位置会回到一开始 被传送的那个位置 还是传送后到的那个位置 因为他看起来是说 本回合行动前的状态 那我猜应该是 呃 传送后到他的那个位置 的那个地方 我觉得是这样啊 也就是说你在打 呃 假设打PVP 呃 假设打车子好了 你可能过去之后 然后再回来 可能会被打哦 可能会被打 如果他是在一开始 出现那个地方 那就不会 不过他这边有写 本回合行动 行动之前 那 你被传送后 的那个位置 就是小青行动前的那个 的状态嘛 所以应该是在那个位置 不过不管 他有这个还是很好 很好用的 假设地图比较小 地能力也很近 那就像这个 GIFT图档一样 你放了招式 可以直接回来了 哼 那搭配黎幽真的是 很好用诶 增加物攻跟伤害 好 再来这个绝学 符蛇散度 啊 对 範围内也出了 地能到0.5倍的伤害哦 那就是範围剂 範围剂 然后实际上禁了哦 然后还有逆确的状态 就是两回合 哇 真的是 但是 逆确大家才记得嘛 就是你的 呃 你补血之后 然后会受伤这样 我记得是这样子哦 然后 对 是这样 对 再来是 从天恶咒 雾咒 攻击当的敌人 这是七一集哦 造成1.8倍的伤害 哦 这个单体价还蛮 伤害蛮高的 那对战之前呢 是目标剩下4个 有益状态 变成随机debuff 马上变debuff 然后刚好触发到你的天赋 并试下最面的状态 继续两回合 对战前哦 那这个最面是说 无法主动使用绝血 与亲对战中出气血外 哇 降低20%诶 哇 哇 哇 所以像那个鬼魄死亡 有这天 这天霹日的话 这个效果还可以吗 嗯 嗯 好 死亡后 随机传递给 三个范围内的 一名其他友方哦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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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还可以传染哦 哇塞 诶那打PVP是不是很恐怖啊 好像很恐怖呢 只要 只要让他集到气力技的话 我想一下哦 对啊 只要让他集到气力技 他基本上 应该是可以 第一回合就发动了 因为他可以再复出嘛 复出到队友位置 原本的位置 他队友有风铃声的话 他直接在行动 直接可以放这一招了 嗯 诶很强 很强 好 断吃 揪忘 揪解的揪 攻击档的敌人1.4倍 OK 对战之前呢 路目标是 攜帶 逆鹊 的buff 这额外施加两个debuff 否则施加 逆鹊 哦 好棒哦 这还蛮棒的 大家有发现吗 就是 小青的那个招式 的那个残影 都是那个灵片的感觉 我觉得这次做得很棒 好 再来 被动 苦毒化连 遭受攻击后 将自身一个debuff 转化为一层 蜕皮的buff 并对自身三个内的范围 内的攻击者 施加蛇毒的状态 并对自身范围内的攻击者 哦 你被打会帮他上蛇毒 还不错诶 而且这个蜕皮 全属性可以提高5%诶 哇上线4成诶 哈哈 哇塞呢假设 假设你看 你上小青 然后再放霍庸 再放霍庸的结界 全属性加10% 哇塞 还不 还不强到飞天去了 哇那那我好想抽哦 哈哈 我原本想说 要累积十字银 等到二周年 看会不会出还生结的角色 那个时候才抽 可是他这样子 哦好想抽哦 会不会大奖技也是小青 不是法海 会不会一直抽到法海 呵呵 好 欸我觉得很棒诶 看到这边我觉得很棒 好有个带阵法 佛口蛇心阵 好要搭配雷跟光 好看起来就是搭 法海跟那个白树真嘛 好那 主要是目标有没有 有没有一个debuff 对断中伤害提高5% 哦又是在又是加伤害哦 最高15% 一样三层 很棒诶 然后我记得 小青是有那个 岩 岩砂吗 应该是岩砂 这个 等一下 这个 高齐也有这一招 那岩砂 因为他是暗属性吗 应该是啊 我看NGA上面是有血 他有岩 小青是有岩砂这个被动 那岩砂的话是与岩属性敌人作战的时候呢 伤害提高25% 遭受伤害降低25% 你在打岩属性敌人的时候 就非常好用了 哇那这样小青真的打岩属 这是应该是可以秒的哦 哇 嗯 嗯 不错不错 然后另外一个啊是 假设小青带这个 这个 这个战海戒 等一下 四次冲 战海戒 全属性再加5% 以无克制关系的目标 对战中 额外提高15% 感觉很适合小青 对不对 因为小青是暗属性 暗属性 暗属性本身没有克制其他的属性 所以 战海戒蛮适合小青带的 那这样子伤害 再 吼吼 又全属性 因为小青一定很多加全属性的 找死了 然后这个 战海戒再加上去 哇那个伤害真的 很恐怖呢 恐怖呢 好 那 我真的觉得 很值得抽哎 哈哈 很值得抽哎 哇 哇 那我想要抽 好啦 那今天 今天就到 今天的 技能介绍的部分就到这边 那 那 大家对小青这个 英灵有什么想法 欢迎在底下跟我讨论 那今天 就先这样子了 大家晚安 拜拜